雅雲老師 什麼樣的男人的那個長相 女人看到他們跑得像背臉 他計畫心 而且又一大堆的理由 打死不會娶你的 是 可是這樣的你知道嗎 這樣的男人最得女人愛 你看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第一個 鼻子高挺的男人 這鼻子高挺 其實每個男人鼻子都很高挺 但是你要從側面看 側面看其實你看他 像一把刀子一樣 也就是鼻樑骨的地方 特別的尖 特別的尖 這樣的男人基本上來講 他對他自己的感情是很放縱的 但是他對他自己的女人又很自私 也就是他可以一個對十個 但是女人可能只能對他一個 所以這樣的他把這種感情 愛情 當作只是錢菜 小菜 甜點 那麼他可以這種事業 這種朋友 甚至大過於感情 一切 那麼第二種是讓我們來看 蒜頭皮加三眼皮 什麼叫蒜頭皮 就是鼻子看起來這個準頭的位置 就是很像蒜頭一樣大大的 連霧皮也算是一種 但是他的眼皮的位置有三層 就是應該我們正常的眼睛是 雙眼皮 他多了一層 眼皮三沾巴這樣 對 這樣子事實上這種男人 處處留情 也就是他到處散發出這種 男人的魅力 他並不喜歡結婚 他會沉浸在一種被愛的渴望 跟需求當中 那麼當然最後一種就是 魚尾紋呈現分擦狀 這種分擦是什麼分擦 也就是像魚的尾巴一樣 這個眼尾的地方有個上揚 眼尾的地方有一個下唇 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開叉的 那麼這種男人是 越老 女人 越愛 也就是都是吃嫩眉型的 那麼特別是領老入花蟲 也就是70歲 所以可能他還要追求半世紀的 年輕的女人 我們剛剛看了半天 都是在看那個吃嫩嫩妹 其實在國外有幾位天后 相當精於吃嫩草來的 對 日本跟美國的音樂流行樂 天后都有這個嗜好 一個就是我們講日本的兵棋部 兵棋部大家知道 最早他結過一次婚 是跟TOKYO常賴次也分手之後 不解改吃西餐 那這個是這個 莫特兒老公 當時結婚不到一年 現在他最近訂婚了 是這個美籍老公 你看這個UCRA這個老公 25歲 比他小10歲 那這個大家說 這個UCRA小學生 將來開業的話 是不想你付錢 他說一定他付 那日本網友又酸他說 那你當年 你當年這個跟 當年跟他離婚的時候 跟這個莫特兒離婚的時候 他說因為 日本發生三一大地震 所以我要 人家說你怎麼那麼快離婚了 他說 什麼爛理由 結果他現在把他又嫁到外國去了 人家說那你現在 你要跟我們的栽名道歉 好 你看35歲 33歲 29歲 25歲 真的年齡一直往下 那布姐的回春術就是這個狀況 那當然 其實跟這個布姐 有一同工之妙的 就是我們的瑪丹娜娜姐 那個不得了 大家是不是記得 你看我們的娜姐 也是一直在青春狀態 雖然她前面兩度婚姻 一次跟CNP比她小2歲 英國導演蓋瑞琪小10歲 也都是姐弟戀了 她只有比她小2歲 小2歲 當時是壞小子 跟瑪丹娜姐不是壞小子 蓋瑞琪這一次 傷了瑪丹娜的心 有一次大家知道 瑪丹娜騎馬摔了 十根骨頭摔斷了 手術的時候 蓋瑞琪不在身邊 然後蓋瑞琪還會說 妳放心 她很堅強勇敢 不用我推她 然後瑪丹娜就問說 瑪丹娜就問她說 對 瑪丹娜就問說 蓋瑞琪真的愛過我嗎 對不對 好 從此以後覺得說 反正這些大導演 大明星 也都不能夠真心相愛 她乾脆走向年紀更輕的 剛剛講 從第一任老公差2歲 第二任老公差10歲 接下來Aron差17歲 反正都不體貼 我往更下探 看看怎麼樣 後來這兩個都舞者 對 舞者31歲 30歲 我跟你講 這個已經結束了 這現在進行式 這是現在這個是這一位 這個多好笑你知道嗎 這個提摩史蒂芬斯 她的媽媽比瑪丹娜小8歲 這是一個母子戀 現在說 現在大家標題說 瑪丹娜的 現在瑪丹娜要跟她結婚了 準備要結婚了 所以瑪丹娜的幼齒婆婆 剉起來等 剉起來等 她的婆婆比她還小8歲 你不知道將來這婆媳要怎麼相處 誰要叫誰 誰比較大也不知道 對 反正跟瑪丹娜相處還有什麼 就是聽她的就對了 不過這樣看起來 不管是男藝人還是女藝人 老牛吃嫩草 還是吃個把嫩妹 反正她大概就圖一個活在當下 好 她們開心就好 該我們什麼事 感謝你的收看 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0點鐘 中天的娛樂台新聞 娛樂痛 拜拜